第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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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整天都沒有課 我就去學校小賣部買了一份早餐 打算去社團休息室 一直上網看電影 一直吃 誰知道休息室 已經有一個人在 他叫中玉 是紙牌社的社長 紙牌社也是我所屬的社團 副社長 就是中玉的女朋友 遠程 我就是總務 中玉在桌上寫著某些東西 我看到她 根本沒有用電腦 然後跟她隨便打個招呼 走到一部電腦 我上了視頻網 聽說變形金剛二 在網上已經有DVD版 但我還未看 剛剛在視頻網搜索欄 輸入了幾個字 中玉就突然在我身後 陰森森地說 中玉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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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ertig 生氣 中玉姓 收索黎得到 廢柔 creep 我都不放棄了,趕緊追問 喂,什麼事?你想說什麼? 沒有,沒什麼,只是想說 鍾玉侯仍然在這裡猶豫著 要說不說這樣的壞樣 我在這裡看著她,神色有異 於是就追問 喂,是不是你的女兒? 婉程是不是搞什麼? 喂,不是,她怎麼可能會有事呢? 唉,算了,算了,沒事沒事 鍾玉侯最後擺明了一副不想告訴我 既然是這樣,我也無謂多問 於是我就繼續找那部片 但找了一大半天都徒勞無功 真是沒辦法,心都淡了 喂,唯有隨便看幾部亂七八糟的卡通片 我的早餐也都剛剛好吃光了 這個時候我才想起 這個禮拜社團總務好像全部要開會 只不過學生會現在還未給到一個通知 究竟是禮拜幾幾點鐘? 當日如果開會有什麼合飯吃呢? 最後一個問題絕對是重點 我趕快拿起那個社團休息室裡的電話 想打電話去學生會辦公室 鍾玉突然閃電一樣抓住我的手 你幹什麼? 我?我要打電話去學生會 問一下這個禮拜 究竟星期幾開會 什麼事啊你? 我其實是大獲不解 哦,是這樣嗎? 好,好,你打,你打 終於我鬆開了我的手 看著我不斷按下號碼 在旁邊側站著耳朵聽著我和學生會的人的對話 學生會的人說 他們地點還未定好 所以要等下才會 頂! 神經病! 一天到一刻也是 開餐會當然到最後那一刻才發通知 我就吸了電話 中藥還在旁邊 神神經經地找些很奇怪的眼神挖著我 我忍不住又問他 喂,你今天搞哪科 好像傻傻地 不如這樣,你有什麼直說 啊,剛剛接電話那個什麼水 什麼水?小乖嘛,學生會總部 你又不是不認識的 你確定是他 當然 我做了多久總部 有什麼可能聽不出我一聲 你怎麼整個人都好像牛啊牛啊傻傻地的感覺 你是不是要聽先 你想知道 就要回答我一個問題 中藥吞了口水 你究竟相不相信 這個世界有鬼啊 蛤? 不是吧 這個究竟是什麼鬼問題 不過,從我有事沒事就喜歡看鬼片這個個性來猜 只有遇到鬼的人才會問這些問題 因為他怕別人不相信他 所以一定會先取得共識的 我很坦誠的 當然 另外,我也很相信李斯湖的水怪和外星人存在的 中藥聽到,唯有苦笑 好啦,老實跟你說 就在你剛剛未來之前 我只怕是自己撞鬼啊 什麼? 撞鬼? 中藥這句話其實是在我預料之中的 我啊? 啊,那我也猜到的 方不方便跟我說一下 你放心 一世人兩兄弟絕對不會不相信你的 有我這句百分百充滿儀器的台詞來保證 中藥於是就說出了他今天一早遇到的怪事 今早,他是有事要跟學生會諮詢於是就打電話過去 只不過沒想到接電話的人 就是一個很沉悶的男性 做了社長之後,學生會的人 中藥就算不熟 也都看過他們的樣子,聽過他們的聲音 但是,中藥是完全不記得 有一個人的說話聲音是這麼沉悶 於是,他就問對方說 請問是否學生會呢? 而他自己也同一時間看了一下電話的易徵屏 確認自己剛剛撥出來的號碼是沒有打錯 電話那邊的男的就說了一句話 你打錯了,然後就吸了 而同時,中藥又剛巧看到屏幕上顯示的號碼 但奇怪的是,他現在發現 他剛剛所撥的那個根本不是學生會的號碼 那號碼也是另外一間的社團休息室的號碼 學校內部辦公室的分機號碼 都是用哪一棟大樓哪一層第幾間房來設定 所以中藥一眼就看得出 他撥出去的那個社團休息室的號碼 和我們社團休息室只隔了兩間 不,應該說那裡應該是儲藏室更加適合 因為目前那間室是沒有社團進住的 由中藥和我進入這間學校以來 那間房就一直是封實 我還記得有些師兄曾經跟我們說過 那裡以前都是社團休息室 但後來不知道為什麼被人封實了 應該是被那些貨紙組拿來做儲藏室了 後來是一直都沒有人進過那間房間 你想想一間一路都被封鎖住的社團休息室 竟然會有人接電話 只是這件事就讓人害怕 武館也凍得起 難怪剛剛中藥在我打電話的時候 這麼疑神疑鬼 我推測 那很簡單 是不是因為有新的社團成立了 所以裡面這麼巧有人在這裡整理房間 忠玉 不是呀 我今天可以說是第一個到學校 我來的時候 這一層樓 一點聲都沒有 有什麼可能有人說話 那因為就… 你看錯而已 或者其實你是打了去第二間社團休息室 例如說張二看成五 張七看成九 這樣咯 中藥就餓了 啊…如果真的這樣 這樣也好些 這樣也好些 我意識到自己現在竟然開始試圖推翻中藥 一開始那句義氣十足的說話 突然間被我丟到九宵雲外 我趕快補救 說真的 兩兄弟 沒理由不相信你 只不過想想合理解釋 唉…別說了 我去一去學生會 中藥剛剛給他亂圖亂寫的紙 側成一團 掉了垃圾桶 然後頭也不會這樣 走了 我好清楚 中藥是什麼感覺 就好像在路上很幸運 遇到周杰倫走來合照 但是那些同學就一定說是假的 批出來這樣 但我不清楚 如果中藥真的打到那間社室 為什麼又會有人接電話呢 紙牌社 顧名思義就玩紙牌的社團 身為幹部之一 我隨時隨地都要貫徹那些紙牌社的精神 就好像現在我一路上課 一路在桌底 和另外兩個也是紙牌社的社員 青健和臨漢在這裡打鬥地主一樣 殺到正爽的時候 我突然想起了上袖中玉的事 於是就問青健 喂…你們知不知道 社團大樓裡面那間風起室的社團休息室? 青健愚蠢蠢地回答我 豈不是就是一個蠟鬼儲存室嗎? 反而臨漢聽到就回頭 超…你們都傻的 通常被校方套上儲存室三個字的房間 或者課室肯定是有問題的 對了 是呀 涉獵很多鬼故事經驗的我 亦都這樣認為 我決定先把中玉不小心打電話 去那間封閉寫室的時候 卻有人接電話這件事說出來 當時覺得其實沒什麼 至少不會像玩蝶仙一樣 都未請回去就死人 但當我們下課的時候 遠程衝來找我的時候 我才開始知道這件事 開始閉嘴了 死汗了 你在做什麼? 你為什麼要這樣? 遠程一路哭 一路走到課室門口 不斷大叫我的名字 當時我還在打拼 聽到他在外面這樣一叫 馬上就丟了一批跑出去 一見到我 遠程無法控制地 揭絲底力大聲哭 路過的學生 全都用很曖昧 並且戴著宅備的眼神挖著我 我真的怕他們誤會 於是我趕快拉著遠程 走去人很少的頂樓樓梯口 再問他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你做什麼還裝不知道 我不是打電話跟你說了嗎 遠程的聲音一直都沒小過 打電話? 我快拿出手機一看 果然有一個新的耳接來電 是遠程打來 而時間了 沒理由 沒理由 當時我正在打拼 有什麼可能接到電話 遠程 你冷靜點 我真的沒接到你的電話 一定是我忘了鎖鍵盤 而你打來的時候 我就不小心壓到接聽鍵了 我安慰著她說 你打給我 究竟要跟我說什麼 慢慢說 不要急 從遠程的口中 我得知了 鍾玉是中午的時候出了車禍 嚴格來說 她應該自殺 根據目擊者說 鍾玉在學校門口 發呆地站著 很久以後 就突然間 好像一隻電狗一樣 中間 被一個開車的學生 撞到正 一個早上剛剛才見完的朋友 現在突然間 從身邊就走了 我在情緒上來之前 才壓下去 聽著遠程接下來說的 一件真正 令我感覺到害怕的事 鍾玉被撞之後 馬上送去醫院 帶回天佛術 是鍾玉班上的同學 通知遠程 遠程知道之後 馬上就在課室裡 哭了一場 經過同學和老師的安撫 情緒穩定了之後 她才打給我 但是 遠程說 她打給我的時候 是有人接了我的電話 那個是一個很陰沉 很陰霾的男人聲 那個聲音 毫無感情地問她 喂 遠程一開始 以為自己打錯 但看了手機屏幕顯示 是我的號碼 是沒有錯的 於是她就問 請問 是否聲漢的手機 可不可以請她本人聽 這個男人 很冷靜地 用冷冰冰的語調跟她說話 她死了 你是下一個 說完 電話就吸了線 這幾個字 令遠程原本安分些小的情緒 又再次爆發 後來就演變成了她一邊哭一邊叫 走來課室叫我的情境 難怪她一看到我的時候 會說完那些話 遠程用戰鬥的聲音跟我說話 喇 事成經過就是這樣 你告訴我 我求求你 你告訴我 你在這惡作劇 其實我也想說 那個是我惡作劇 其實我也想說 那個電話是我接的 但我沒有辦法 因為我根本沒有接過她的電話 但我手機裡 居然偏偏有一條 已接來電制遠程打來 而且現在的遠程也不可能說謊 突然我想起了 中藥組上所遇到的事 她打電話去一間已經密閉的社團休息室 但是 卻有人接了電話 而且是一個很沉悶的男人的聲音 這也就是和遠程的情況一樣 wird突然 midst 回到哪裏 vue 第二拍 你知道鐘玉他今早才打給我說 鐘玉一起去麥當勞吃飯 為什麼啊 遠程已經激進崩潰邊緣 我想扶著他走回他的課室 就被他拒絕 不用 不用啊 我想著 我現在應該去廁所一冷靜 我不反對 於是就說 好吧 那我陪你去廁所 走到樓下的廁所 剛剛對我們議論紛紛的那些人 看到我們下來 而且遠程的眼眶明顯紅了很多 這一群人又一次熱烈 而又偷偷地討論著我們 不用審啊 一定也不會有什麼好說話 我不斷挖了他們一眼 跟遠程說 那我先回火室 你想開一點 一定是有些同學用我手機來惡作的 我等一會回去 一定要把這個臭小子捉出來才行 嘩 雖然是這麼說 但其實我心裡很清楚 手機剛剛從頭到尾都放在我袋裡 絕對沒有任何人拿到 但為了令遠程放心我還是這麼說 穆送著遠程進廁所之後 我就不理其他人的眼光回到課室 一進課室 清健和林漢再幾個同學 一起蹤過來七嘴八舌地問我 你叫他去廁所是不是要煙滅證據啊 清健和林漢其實是認得遠程 沒有其他人那麼浮誇 清健就問 喂 那真的呢 雨晴他搞什麼呀 嘴唇都腫了 眼睛又哭得紅了 唉 你說 會不會是 阿鍾玉一個出事了 林漢簡直就語出驚人 我很驚訝地看了他一眼 沉重地摸了頭 他們兩個也同時發出聲敬呼 他們告訴我 Lila就剛剛 有個朋友 發給我一條短信 問話 學校滿口出車禍 撞死人 現場還死那麼多血 都不知幾血性 叫我趕快去看看 天啊 原來是中了他 唉 剛剛看到遠程的樣子 我就知道壞了 林漢一直都在嘎嘎至語 音量不大 但是剛剛說話不多禮貌那幾個人 都全部聽到 現在痛痛收聲 閃到自己的座位那裡 上課鈴聲響 老師進來以後 林漢偷偷問我 喂 你說 你說 林漢偷偷一個人 一進了廁所 會有事 我說 唉 你給我定 我們都認識遠程 對吧 他這樣的性格 應該不只要做傻事 吧 嘩 但是我錯了 當時 木送遠程進了廁所 也是我最後一次看到他 下課的時候 我還在想 鍾玉打電話 去一個密閉的社團休息室 遠程又打電話給我 但是 是一個不認識的男人接的事 那鍾玉 沒可能是無緣無故自殺的 難道這些事情之間有什麼聯繫 然後 沒多久之後 課室外面就有尖叫聲傳來 我立刻由我座位那裡跳起來 清見和淋汗都是 我們三個同時衝出課室 看到一個女孩子 整身震腾腾地在廁所衝出來 那時候我立刻就明白發生什麼事 我們三個人都沒有進到廁所 因為那些阿Sir很快就讀 封鎖了那間廁所 我真的沒看到遠程究竟是怎麼出來的 因為 我當時已經嚇到 躲在課室裡面完全不敢看 我是應該陪他 是不是 我很清楚 這段新聞會怎麼被人報道 例如說 校方是可以說 這個男孩子因為學業壓力過大而自殺 而這個男孩子的女朋友受不了男孩子的死亡 也選擇自殺 有一種感覺告訴我 他們兩個人的死亡一定和早晨的時候 中獄打了去封閉的社團休息室的那個電話 是有關的 一個可怕的就像食物鏈一樣的關係圖浮在我眼前 中獄才打到社團那裡 聽到那個男孩子的聲音 結果他死了 然後遠程打給我那時候 也聽到那個男孩子的聲音 現在他也死了 放了學之後 我想來想去 終於決定去那個社團休息十一次 我來到那個休息室 花了很長時間才叫開了八宋 門一開 撲臂以來的 是那些陳風已久的灰塵來 我用手不停地走進了這間 封閉了不知多久的貨室 原先以為那裡至少會有些廢棄的桌桌等等 書櫃之類 結果裡面什麼都沒有 空狂狂的 只有四面牆加地板天花板 還有數以億計的灰塵 真不知道哪個白癡告訴我們 被貨紙組拿來做儲藏室 只不過 那個電話呢 電話呢 中獄早上的時候不是打電話來這間社團休息室嗎 那社團休息室的電話在哪兒呢 我按下牆壁上面的電燈開關 發現根本不著 那時候我迅速地拿出我的手機 打著手電筒功能 把這個社團休息室大致都看了 發現 天啊 這裡根本連電話都沒有 中獄今早打的根本不可能是這間社團休息室的電話 是打到哪兒去 還是 它真的打到進來這裡就通了去別處呢 啊 站在這間灰蒙蒙的社團休息室那裡 恐懼地 好像四面牆壁一樣 緊緊地包圍著我 我向後退了一步 不斷衝出這間社團休息室 那究竟是怎麼休息呢 這間封閉的休息室究竟隱藏著什麼秘密呢 突然我想到了一個人 他是我們學校論壇管理員 叫泰比斯 泰比斯是學校網站的管理人員 是老職工 他應該知道內幕吧 晚上晚上回來之後 我找到他的MSN加了他 他正好是在線 我什麼彎都沒空要 即時打了個招呼 打開天窗說亮話 即時問他 我想請教你一個問題 你知不知道那間封閉的社團休息室究竟是怎麼回事 當然知道 很久以前傳過一些東西的 我都有點不記得 不過多多少少有些印象感 接下來 泰比斯一下子就在對話欄裡加了一大條文字 他的文字說 以前有個學生 在那間社團休息室那裏割墨自殺 還用血在牆壁那裏寫下 電話有鬼寫個字 然後 社團休息室被人封起來 他一個同學說 自殺那人曾經打電話跟他說 說他因為無聊 所以用自己社團的電話打去自己的社團 但是 是一個不認識的男人接了電話 於是他便自殺 還寫著電話有鬼寫個字 在後來 他的同學又自殺了 接下來真的陸續有人自殺 原來是一種詛咒來的 聽說 只要聽到有那個男人的聲音 那些人就會死 如果那個人又打電話給帝哥 這樣 就會將詛咒傳到另一個人身上 但是自己身上的詛咒不會消失的 因為最後一個人 在未打電話給任何其他一個人之前 就看開了 覺得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 於是便自殺 那 都算英雄的 這件事都頗有可信度 之前有一段時間 這間學校的確有很多自殺 有些學校 有些家 還有些在馬路上 等等 我看到這兒真的越看越害怕 太比斯講的這一切 不就是發生在忠玉 遠程他們的身上 忠玉先打電話 去了那間社團休息室 然後他又打給遠程 說中午要去麥當勞吃飯 那 糟了 遠程打了給我 咦 或者我描述得有些簡單 你看不明白 只不過如果要更加完整的紀錄的話 我可以花點時間幫你揭替以前的文章 剛剛是我複製留言紀錄的 太比斯又在對華蘭那裡輸 我趕快問他 你這就是什麼意思 太比斯回覆說 就是早上十點鐘左右 都有個人來問我同樣的問題 我剛剛只是翻查紀錄 把回覆他的事全部全部脫一次給你 就是了 我即時感覺到自己的腦裡滾一聲炸了 我又問他 那時候問你的是什麼水 嗯 那我先查一下 其實也是學生來的 我看的帳號應該是 嗯 FIM887 你認不認識他 天啊何止認 那個是中玉的號碼 中玉早上看來也問過這個問題 或者當時他才剛打給遠程 當他可能知道自己會害死遠程之後就自殺 遠程知道了中玉死了之後也自殺 如果這個故事是真的 那麼遠程在死之前最後打給的人就是我 那接下來 那是不是要是我死呢 咦咦咦咦 我剛剛看到新聞發現你們學校有傳出新字殺案 不是那個詞咒又來過吧 看到我沒有回答他 太鼻師自己找其他話題 我沒有理他 也沒有看到他接下來再跟我打了什麼字句 因為我已經離開了電腦 來到陽台那裡 從中玉一開始聽到那個男人的聲音開始就注定了現在會發生這樣的事了 還好 遠程來找過我之後我都沒有打過其他人的電話 那 我現在正在陽台了 我是不是應該跳呢 我應該跳那一句話題 你現在在韓國多數字課 我知道你現在這次看下很遠 我應該跳那一句話題 我已經被ó忍滅了